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就在昨天NBA迎来了一场焦点大战 猛龙坐镇主场迎战凯尔特人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在张姆斯离开东部之后如今的东部联盟 已经变得群龙无首 而且在经过坚下休赛期的运作之后猛龙的实力大增 同时凯尔特人也迎来了欧文和海卧德的付出 所以说这两支球队相遇也被看成是东部决赛的预演 而在这个预演战中笑到最后的则是猛龙 凭借莫吉出色的发挥猛龙 战胜的凯尔特人迎来了两连胜 当然了猛龙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比赛 最大的功臣无疑就是伦纳德了 全场比赛伦纳德出战36分钟 25投10中投篮命中率40% 其中3杯球5投2中 8球9中9 拿下了31分10篮板3助攻的全面数据 正负值加17 显然单从数据上 我们就足以能够看得出来 伦纳德在场上的作用有多么的明显 尤其在第三节猛龙陷入被动 那时候伦纳德站了出来 在第三节最后7分钟的时间里 包包了整个猛龙的得分 一人卡下了15分帮助猛龙反超了比分 并且帮助猛龙赢得了信心 一点不夸张的说 如果不是伦纳德站出来 相信猛龙就已经输掉了比赛 除了在进攻端的无解之外 在防守端伦纳德依旧非常卖力 尤其是在比赛进入到下半场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伦纳德在防守塔图姆的位置上非常卖力 他那死亡缠笑一般的防守让塔图姆打得非常艰难 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卡图姆在面对伦纳德的防守下 根本就打不出应该有的水平 不得不说就昨天的比赛而言 伦纳德的表现足以能够称得上完美 而伦纳德这种完美的表现 也得到了现场球迷的认可 在赢下比赛的那一刻 现场接近2万名球迷全场协力 为伦纳德送上了掌声 而且全场球迷也是一次的对着伦纳德大喊MVP 显然这种掌声和呐喊声 无疑是对伦纳德最好的认可 也是对伦纳德最好的回报 不仅是猛龙的球迷把MVP的喊声送给了伦纳德 就连猛龙的球员在赛后也对伦纳德散不绝口 不过伦纳德本人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却非常谦虚 首先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打出这么出色的数据时 伦纳德表示 以洛瑞为首 我的队友激励着我前进 他做得很好 让我在场上感觉很舒适 打出我的比赛风格 这就是我能够打出优秀数据的原因 而在谈到现场刚嗨MVP的时候 伦纳德的没有任何表情 甚至也可以说是绷着脸 伦纳德直言地表示 我肯定听到了 不过在我看来现在有点早了 要知道这才只是第二场比赛 但我很感激他们的支持 显然从伦纳德话里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她的情绪 同时也能够听得出来她内心的理想 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在伦纳德看来想要成功 就必须要带领满龙打进东部决赛 甚至要拿到东部冠军 只有那样她的学历才能够得到认可 也只有那样大家才会说 伦纳德不只是一名体系球员 不过至于伦纳德能不能取得成功 能不能统治整个东部 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还是健康送到订阅能不能不 esper认得 wydaje